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永迦乐有线电视公司 并持着取之社会 回馈社会的企业理念精神 特地举办了一场爱心捐血活动 当天吸引了不少民众 到场玩起一秀热情响应 永迦乐有线电视公司 还特地准备精美礼物 感谢大家捐出热血 帮助需要血带的患者 救回宝贵的生命 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充实血库血盐 永迦乐有线电视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企业回馈精神 殲18日在新庄远东科技园区 举办捐血活动 许多民众获知讯息 都纷纷前来响应捐热血 年后捐血的人潮比较少 所以永迦乐为了善尽社会责任 特别配合捐血中心 这边来举办捐血活动 期盼大家响应 一起晚秀捐热血 永迦乐有线电视公司 许多员工利用工作空档之余 纷纷玩起衣袖加入捐血行列 同时为鼓励大家踊跃参与 寄出每捐血一袋250cc 及赠送永迦乐准备的精美礼物 我们永迦乐有线电视的同仁呢 因为有捐血的活动 所以大家也都一起来热情的响应 然后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这个危机 由于人在疫情二级警戒期间 除了要求捐血民众进行实联制登记 量测体温并全程配戴口罩外 后卫区也间隔出社交安全距离 让参与者都可以安心捐血 记者胡宇轩新装采访报道